美好的旅行向天堂 糟糕到旅遊世界帳 大家好 歡迎收聽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隨團領隊 Brian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已經是8月15號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開始有一種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的感覺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是之前可能大部分人都會說 這只是你自己的一種心理作用 是一種錯覺 但是現在就不一定喔 因為我前幾天看到一則報導 說我們地球的自轉速度 本來一直以來都應該是越來越慢的狀況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卻開始出現 越來越快的狀況出現 比如說像今年的6月29號就出現了 一天裡面會快了1.59毫秒的狀況 創下了從上個世紀50年代原子中 發明以來最短的一天 那也就是說呢 一天的時間已經不到24個小時了 所以其實時間過得越來越快這件事情是真的 當然大家可能覺得說 啊不就才差1千分之1秒 根本就沒差好嗎 沒有錯啦 對我們這些凡夫俗俗的一般人來說 時間只慢了0.00159秒 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對於那些需要精密計算的 什麼衛星啊 航空啊 通訊還有那些科學家人來說 即便是這種毫秒級別的誤差 其實也是很嚴重 所以呢早在1967年國際度量恆大會 把秒的定義改成 色原子進行固定震盪次數的時間之後呢 其實我們一天的時間長度 就已經跟地球的自轉脫節了 而這個用原子鐘來計算時間標準的方式 就叫做國際原子石 International Atomic Time 但是這種時間計算方式 跟我們原本在用的這個GMT 也是葛林威智的標準時間不太一樣 所以呢為了一般人的使用方便 就把這個國際原子石呢 作為計算的標準 然後把時間的格式跟GMT 對齊 最後呢就變成了一個叫做協調世界時間 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的時間 也就是我們講的UTC時間 所以像以前我們在講台灣的時區啊通常都會講說是GMT加8 但是大家現在如果去看你的手機設定或者是去看Google 上面寫的時區就應該會是寫UTC加8 那因為這個UTC時間比較精準的關係呢 所以目前所有的國際通訊系統啊 像前面說的什麼衛星啊 航空啊 GPS這些東西 通通都是採用UTC時間 不過呢也就是因為這個UTC時間它太過於精準了 所以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啊就是說如果我們一般人不管是用GMT還是用UTC 其實都沒有差 時間應該都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這個地球自轉的速度越來越慢的關係 所以這個GMT的時間就會變得比UTC的時間還長 也就是說會產生誤差 所以呢後來就有一個叫做國際地球自轉服務 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Service的這個第三方機構來去決定說 當這個誤差超過0.6到0.9秒之間的時候 就必須要把UTC的時間呢來去多加上一秒去對齊 GMT也就是地球自轉的時間 而這個多加入的一秒呢就是所謂的潤秒 可是這個潤秒調整的方式呢是在出現誤差的那一年的某一個月 通常會是6月30或者是12月31號的晚上 23.59分59秒的下一秒讓它變成23.59分60秒 也就是說要再多過一秒才會是隔天的0.0分0秒 這樣聽起來好像不算是什麼很大的問題 對於一般來說不管是用GMT還是UTC的時間 你也感覺不出來有什麼差異 不管是多一秒還是少一秒也不是很有感覺 頂多就是說你網路上曾經看過的那張 每過60秒你的生命就少了一分鐘的這種幹話梗圖不能用了而已 可是啊這件事情對於那些電腦工程師來說就很麻煩 因為啊這個論秒是沒有規律可以去依循的 而這個多出來的一秒呢就可能會造成電腦系統出問題 甚至是帶動整個電腦的網路系統去癱瘓 就跟之前千幾年的Y2K問題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你有注意到這個新聞的話 你可能就會知道在上個月25號 這個Google啊Amazon啊Microsoft跟Meta這四家科技公司 聯合發起了一個反潤秒的活動 就是因為這些科技巨頭他們認為 花這麼多心力去處理這個潤秒的問題 基本上是壞處大過於好處的 而且如果像前面說的地球自轉又變快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潤秒可能要反過來去減掉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呼籲政府去廢除這個潤秒的做法 那我自己覺得有不用有潤秒這個複雜的問題呢 就交給科學家們去煩惱 不過這種為了大自然的規律而去調整 我們人類所致敬的時間計算的問題呢 其實還蠻常出現的 比如說大家你也許不一定有聽過潤秒這個東西 但是你一定有聽過什麼潤年啊潤月啊甚至潤日 不過你們知道這個潤年是怎麼計算的嗎 而且又為什麼會有這個潤年的出現呢 所以今天這一集節目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關於潤年潤月還有潤日的小知識 那在跟大家講說這個潤年是怎麼來的之前呢 就不得不先跟大家聊一下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個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個一年有12個月的這個功力 或者是說犀利是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功力啊 其實它是源自於古羅馬的立法 但是呢 古羅馬的立法其實很亂 而且曾經更改過了好幾次 比如說呢 在這個羅馬的傳說故事裡面 最早這個羅馬的這個第一個這個領袖 Romulus最早建立最早最早的羅馬城的時候呢 當時他們羅馬的立法一年其實只有10個月 而且一年的第一個月呢 是以戰神Mars為名的這個March 我們後面的3月 第二個月呢 是源自於古羅馬開始這個字的April 然後第三個月呢 是大地女神Maya所為名的這個May 那第四個月呢 是以天后Juno為名的這個June 後面的6個月呢 就沒有用神的名字 而是用5到10的拉丁文來為名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9月、10月、11月、12月 September、October、November跟December 其實在當時講的是7月、8月、9月跟10月 因為這幾個字的字首啊 在拉丁文裡面就是7、8、9、10的意思 所以這個英文的Octopus 講的是有8隻腳的生物 就是8爪魚 而不是10爪魚 可是呢這個October 現在我們卻是講的是10月 所以以前在羅馬帝國時期的時候 他其實講的是8月 然後呢這個羅馬帝國的10個月裡面啊 這個1358這4個月呢 總共有31天 然後其他6個月呢都是30天 所以一年總共加起來呢 只有304天 跟一般我們所知道的太陽週期365天 差了就差不多61天 可是呢 這61天也不是直接消失或者是跳過哦 而是變成一年結束的休息日 等於也就是說羅馬人每年就會放兩個月的寒假 真的超爽的 不過呢後來到了古羅馬第二個領袖 羅馬龐皮里烏斯的時候呢他覺得不應該有這種無名無分的日期存在 所以他就加了一個29天還有一個28天的月份變成一年有12個月 然後再把原本30天的那兩個月呢改成29天 這樣子一年總共加起來呢就有355天 可是啊這個355天跟365天還是對不上 所以他就決定呢要再多加一個22天或者是23天的潤月 至於什麼時候加呢 加幾天就讓大祭司來決定 所以呢這個立法呢就變成叫做以領袖為名的 努馬力 而這個努馬力呢就這樣子接下來用了600多年之後 一直到了西元前40幾年大概就是到凱撒大帝的那個時候 這個前面所講的魯馬力已經偏差的時間太多了 多到什麼程度呢 多到一個潤月必須要加上90天 人民的生活周期才會變成正常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凱撒大帝就覺得這個狀況不行 然後就找來一些天文學家去制定一個新的立法 然後用他自己的名字 尤里烏斯為名 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這個儒略立 尤里烏斯 那這個立法的計算方式呢是把一年分為12個月 然後單數的月份呢有31天 雙數的月份呢有30天 一共366天 這樣是不是還多一天 那多出來這一天呢就在每年羅馬人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二月去拿掉一天就變成二月只有29天 這樣就剛好365天 可是呢因為他還是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所以之後每隔三年的下一年 也就是第四年呢就是所謂的潤年 就要在二月多加一天變成30天 但是其實這個加的方法也很特別 不是去把二月加回成30天 而是讓二月的24號呢變成48個小時 也就是有兩天的這個24號 是不是很奇妙 那因為凱撒去設計的這個立法非常的重要 而且十分的準確 所以後來羅馬的元老爺就決定要把凱撒出生的這個月份 也就是七月份用他的名字 所以我們後來英文的七月就是這麼來的 但是呢後來因為凱撒過世之後他的繼承人烏大維 是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然後呢這個聯老院也封了一個澳古斯都的頭銜給他 那這麼偉大的第一任羅馬皇帝當然也要有一個以澳古斯都為名的月份 大家想的沒錯就是這個 August August 不過呢跟凱撒不一樣的地方是烏大維他其實不是八月出生的 只是因為八月的時候他被封為澳古斯都 所以呢才用八月去作為這個他的代表的月份 但是問題來了這麼偉大的八月呢怎麼可以只有30天呢 所以八月份雖然是原本如略曆裡面的雙數月 但是還是因為澳古斯都的關係 所以改成跟凱撒一樣的31天 然後再接著把後面的月份一個一個調整過來 不過呢這樣子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完 因為這樣一年又變成366天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只好再從原本的二月再抽掉一天變成28天 所以最後呢就變成現在七月跟八月都是大月31天 然後二月就變成只有28或29天的結果了 那到這邊其實古羅馬的立法已經算是很接近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功力了 但是這個如略曆四年一潤的方式 等於一年平均下來就是365.25天 跟地球公轉一圈的平均365.2422天 還是有一點點的差距 也就是差不多每128年就會誤差一天 後來到了西元325年在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的尼西亞會議上面 把3月21號這個昼夜等長的這一天定為春分 那為什麼要特別訂定春分的日子 其實是因為復活節是用春分的日期來推算的 所以對於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可是呢 因為如略曆的誤差問題 所以其實到了16世紀的時候 春分已經跟原本他們訂的日期相差了10天 於是呢 在1582年教皇格列格曆13世的時候就宣布要改變這個立法 所以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改變潤年的規則 原本是每四年就有一個多一天的潤年 但是因為這樣時間一長就會加過頭 所以後來就改成以後的年份如果是100的倍數 但是不是400的倍數就不是潤年 簡單的說呢 西元1700年1800年1900年都不再是潤年 但是西元2000年仍然是潤年 以上的做法呢 就是把四年一潤的時間變成400年97潤 簡單的計算一下呢 如略率平均一年365.25天 但是這個新的算法呢平均一年是365.2425天 跟地球公轉的誤差縮減到每年差不多只有0.0003天 也就是說3333年左右才會誤差一天 所以這個教皇公佈的隔離例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現代使用的公理了 不過為了要改正這個春分的日期呢 這個教皇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把1582年的10月4號的隔天 直接變成10月15號 把這個1000多年所造成的10天誤差 非常霸氣的就直接刪掉 不過雖然這個隔離例比儒略準確很多 也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公理 不過因為這個立法的制定跟這個刪掉10天的做法呢 都是天主教的教皇所宣布的 所以當時其實也不是全世界馬上就通通跟進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只有在意大利啊 波蘭啊 葡萄牙跟西班牙採用 像是大英帝國還有北美殖民區 因為他們當時信奉的是新教 所以根本完全沒有造作 一直到了1752年之後才去廢棄的隔離例 改用新的隔離例 另外像是東正教 其實他們早就在1054年 東西教會大分裂的時候就已經分到揚標了 所以根本就完全沒有在 鳥天主教的隔離例 他們繼續照樣使用這個隔離例 所以大家如果還記得 之前在分享聖誕節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東正教的聖誕節 不是12月25號的原因 就是因為 儒略曆跟這個隔離例的日期就已經差了13天 所以東正教的聖誕節才會是在1月的7號 那至於我們中國呢 則是在民國成立之後才開始使用隔離例 那聽到這裡大家會不會覺得什麼 努馬例啊 儒略曆啊 隔離例的什麼東西太複雜了呢 其實啊 這個西元紀年的潤年潤日 真的不算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們中國古代老祖宗傳下來計算 農曆潤月的方法才真的有夠複雜 因為說到這個農曆啊 很多人可能認為它就是英曆 但其實這兩個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單純的英曆其實是用月亮的圓缺 來去定一個月的週期 在上一集節目的時候有跟大家稍微提到過 那這樣的算法呢 其實是用月亮繞地球一圈的時間 叫做一個數望月 那差不多就是29.53天 所以呢 英曆的大月呢 是30天 小月是29天 這樣子加起來 一年12個月 大概只有354天 跟這個我們所使用的這個西曆 或者叫陽曆 差了11天左右 所以如果 純粹用陰曆來去祭年的話 大概只要每隔18年左右 我們的春節過年就會從冬天變成夏天 像比如說現在的伊斯蘭所使用的伊斯蘭曆 就是純粹的陰曆 那因為我們中國是以農曆國 而太陽對於季節的影響是比月亮更大的 所以呢 古人就又依照太陽的週期去定出了24個節氣 所以我們的農曆其實是一個把太陽週期跟月亮週期做結合的陰陽曆 但是呢這個陽曆跟陰曆總共差了11天左右 所以呢 從春秋時期就有所謂19年七潤的說法 意思就是說 每19個陰曆年裡面就要有7個潤月 這樣子陰曆跟陽曆的天數就幾乎可以對齊了 可是呢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就是這個7個潤月要加在什麼時候呢 目前啊我們是採用了一種叫做無中滋潤法的推算方式 就是呢一年裡面總共有24個節氣 那這24個節氣其實他細分為12個節氣跟12個中氣 所以呢通常一個月裡面會有一個節氣跟一個中氣 比如說像是三月的節氣就是清明 中氣呢就是古語 那因為陽曆跟陰曆每年相差11天的關係 所以大概每隔32點45個月左右呢就會出現一個月裡面只有節氣而沒有中氣的狀況 那這個沒有中氣的月份呢就是前一個月的潤月 所以呢 沒有中氣的月份就放置那個潤月 所以就叫做無中滋潤法 聽起來是不是比前面的儒略率跟隔離力還要更複雜 不得不說以前的這個忍真的很厲害能夠 制定出一個這麼複雜的潤月計算方式 不過呢也因為差不多三年左右的時間就會多出一個潤月 所以古人認為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現象 所以有很多特別的習俗 那像是我們的台語呢也有所謂撒尼吉倫厚拜教倫的說法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些奇奇怪怪的這個習俗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就可以自己上網查一下 好 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跟潤年潤月還有這個 天文曆法有一些相關的小知識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內容 那另外呢今天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工商服務時間 就是啊因為最近看到越來越多的朋友開始出門旅行 而且有的已經開始出國了 甚至呢都已經 如果沒有出國的話也已經開始在規劃 之後要出國的計劃 那剛好呢我們最近有幾個Podcast跟部落客 我們找了這個很有名的百夫長旅行箱合作 來做一個不能算是業配應該說是團購 讓大家呢可以用接近對折的價格去買到他們家的行李箱 那我會把這個相關的資訊啊還有鏈接放在節目的資訊欄 那之後呢也會發在這個 小月帳旅行團的粉專還有IG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不要忘記去關注一下 那今天的節目呢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今天節目的內容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五星評論 或者是在Spotify幫我留一個五星的評分 那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問題都歡迎各位在小月帳旅行團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IG留言或者是私訊告訴我 那麼小月帳旅行團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